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现在的听众越来越高了 昨儿咱们这视频短,有的朋友就说 你看,水视频,水视频又水了一期 其实这个呢,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乾隆皇帝第三次清缅战争失败 到第四次清缅战争在京师事实 这期间呢,他足足蹦蹦有一年的时间 既然准备了一年呢 那他必然这里边他有故事 在太和殿广场上举行的这对出师败帅仪式啊 挺有意思的 可是我想了,把他呀,放到哪个环节当中也不太合适 所以呢,单拿出一期来讲 就显得这篇幅啊,他多少有点短 那咱们既然提到了这第四次清缅战争准备了一年 那是有原因的 那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的掏 咱们呢,就先从这反对意见开始聊起 这傅察明瑞呀,自一阵前身死缅甸 乾隆皇帝反思了 他觉得这里边责任最大的就是他,这个皇老子 过于轻敌才导致了前线官兵冒进 并且呢,给这明瑞呀,吓得几乎都是死命令 哎,什么倒旗超血呀 进监丑类呀 秦德求手 最关键的还有一条就是不允纳祥啊 咱们在前文书当中啊,这些条咱们都逐条分析过 所以在这呢,咱也不废话了 总结起来呀,就是一个战争目的 这乾隆皇帝是要把这缅甸啊,打的一个王国 把这块土地划进大清的版图 那有人说呀,这就是乾隆皇帝高瞻原主的地儿 说这话的那肯定是清粉 他们说呀,乾隆皇帝试图在印度洋开辟新航线 开拓出新的港口 哎,可是您算计吧 这大清朝自康熙年以来呀,寸板不得下海 跟着国外通商啊,也无非就是有条件的开设广东口岸 设十三衙门,即便呢,拿下这个缅甸 他也不会在缅甸开设口岸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乾隆皇帝想拿下缅甸呢 其实就是单纯的国土扩张 打下缅甸呢,就是为了彰显军事实力 好威慑四夷 我个人呢,还是那个观点 从第二次清缅战争失败 一直到今天,观点是没有变的 我觉得这个清缅战争是没有必要再持续下去的 对于这大清国而言 祭早议和才是正道 明锐死后不久 其实这乾隆皇帝啊 就往前线派了新的班底 像什么舒克德、阿里滚 这都是独当一面的文臣武将 在这个争准和争回的战争当中啊 都屡历战功 这云南巡抚厄宁 本来呀,这个就是世家 厄尔泰的儿子 明锐一死火线提升 就把这位巡抚大人啊 提升成了智台 成了这新一任的云贵总督 这基本班底有了 最起码先稳定住了云南局势 因为这会儿缅甸人呢 也早早班班就撤兵了 这缅甸人心里更不愿意打 挨着大清国这么一个大国 虽然这几次战役也都打赢了 那如果你真把它统计了 这大清国、乾隆皇帝 下了决心要征讨你的政权 那最后这缅甸的命运必然是国破家亡 如果拼国运呢 也许你这两年国运强 打了几场胜仗 如果要是真到拼国力的时候啊 那国家实力 这个它是没有侥幸的 时间一长啊 就显出来了 这强者自强 弱者自弱 就在这乾隆皇帝 准备往前线派将派兵 已然做好了战争计划表的时候 从这个云南前线呢 发来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呀 还是联名 是这个刑部尚书参赞大臣舒克德 与云贵总督厄宁联名上的长篇奏折 这道奏折呀 就在乾隆三十年的四月十九日 由这个军机处转成到了乾隆皇帝的龙书岸上 这道奏折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建议停兵霸战允许缅甸投降归顺 看完这道奏折之后 我就感觉到啊 过去的大臣 乃知道这些封江大吏呀 在这职场上啊 也算得上是挺难的 给皇上写意见书吧 知道呢 这意见呢 和皇上的意思相左 但是还必须得说 所以就得迂回着提意见 这哥俩的联名奏章上 直接就写 是免人的敢于抗拒王师必当大身天陶 可是呢 特意编墨小民 其事本不足半 且滇省山多路远 一切筹办十分不业 您看这开头是没有 他是缅甸人该打不该打呀 该打 可是呢 咱们劳师动众的对付这些编墨小民呢 直不当的 再有一点啊 这云南啊 他不在内地 山多路远呢 一切这个军资物资筹办呢 非常难 接下来呢 就是这老哥俩呀 掰开了手指头 给这个乾隆皇帝算了一算 他到底有多难 满兵一千名 需骑马两千匹 驼马三百匹 实际上啊 这两位大人这么算呢 已然比清征准甲尔时候啊 要省马了 这奏折上说呀 一千名八旗士兵 八旗马甲 需要两千三百匹马 在前些年大清朝争准甲尔的时候 一千名八旗兵 所需马匹啊 就要三千匹 也就是说呀 一人三马 每个士兵都配得一匹战马 一匹走马 一匹驼马 接下来这奏折里呀 还是以这一千八旗马甲为例 他说随这个一千名八旗马甲出兵的根翼 需要马呀 就需要一千五百匹 这根翼呀 就是后勤人员 负责这个马匹以及粮草 然后就是算大账 若一万名八旗马甲 需要马三万八千匹 这是说的八旗兵 这绿营兵呢 多少省点马 为什么呢 因为绿营兵里边啊 有一大部分呢 是这个步兵 也就是步甲 这步甲里边啊 包括这个藤牌手 以及这个鸟枪兵 即便是这样啊 每一万绿旗兵呢 也需要这个三千匹战马 然后这个驼马三千匹 这绿营啊 是步兵所以呢 运输资重粮草的马匹 需要就更多了 一万名绿旗兵 得需要一万三千匹 这样的马来做后援 加到一块啊 又是一万九千匹马 您说要调三万绿营兵 上前线呢 那所需马匹 可就是五万七千 再加上这个随军的官员 以及建设台战 所需的马匹 又要万余匹 这呀 是咱们对免战争所遇到的第一大难题 叫马匹男 第二大难题啊 叫粮草仇办男 咱们在云南呢 构备粮草是相当不易 给您的算一个简单的仗 这四万名士兵 每天需要的粮食啊 就是四百弹 十万匹马 每天需要的这个料豆啊 就需要一千弹 可是说呢 咱们这仗啊 不是打一个月 两个月就完了 如果按照用兵十个月计算呢 就所需米四十二万弹 紧接着 这对免战争的第三大难题就来了 需要这个征集服役 一百余万人运输 这滇免之地啊 长途跋涉 山道险峻 又是燕障盛行之地 水寒吐师 毅然瘧迹利己 上年难路 这说的就是第三次清免战争 明锐所统侠的两路军 官兵病者接踵 北路亦病者累累 这一条的二位大人说的是啊 用人难征夫难 并且在这里边啊 还给乾隆皇帝埋藏了一个隐藏关卡 不知道这皇上老爷子读得懂 读不懂 什么事啊 也就是说这一百万民妇也得吃饭呢 所以说一环扣了一环 又扣回前边的征粮难上了 接着往下说 还有一难 这一条啊就体现到这对手身上了 又闻其地险安一场 免人登山下京如平地 而我兵无可用武 乃至深入马行险郡之地数月 大半疲弊不堪 加之入免弊一二千里之遥 梁不能蓄 实无胜算可操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呀 就像是当年 这宋朝的使臣建了乾隆皇帝的老祖宗 那群女真金人时候啊 转奏给宋朝皇帝的话差不多 那使臣呢 跟这宋朝皇帝说 这女真人呢 老厉害了 上山如虎 下海四郊 登山如猿猴一般 驸马背 一口渡江 这舒赫德和恶宁的奏折里 倒是没敢啊 把这缅甸人写得这么厉害 不过呢 他也简单的做了一下单兵实力对比 说咱们的人呢 那八骑兵善于骑术 这缅兵不然呢 他缅兵适合攀登 难就难在呀 这缅甸地区呀 不是和骑兵作战 所以呢 咱们这八骑兵啊 有劲也使不上 并且呀 往缅甸一深入作战 就是一两千里地 这人吃马胃的 补给仙太长了 咱这粮食啊 跟不上 舒赫德恶宁这两位大人呢 给皇上一口气 摆出了这么多条困难 那这两位大人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有啊 臣等悉心计议 贼匪虽屡次抗我言行 皆是自救其死 并未烧一内地 必有留为求作天朝 仆利地步之心 臣恶宁当妥密查访 若得其实情 可以杨妖恩赦之时 进行查问秦职 这句话呀 是以恶宁的口气说的 恶宁说呀 虽然这缅甸人 这几次冒天下之大不韦 跟咱们这天朝大军呢 开了几战了 可是臣发现了 这几次啊 他们都是打到边境 然后呢 咱们一撤兵 他们就回去了 可一次也没敢越过边境 我觉得这 他们是给自个儿留脸呢 留什么脸呢 他们是还想归顺我大清 遵照东须王朝的旧力呀 向我大清大宫 臣我细心查访着 他们要是真有这意思 干脆咱就给他们个小脸 跟他们和谈算了 这俩人呢 怕不辞事 赶紧又跟这乾隆皇帝说 说这个在云南当地呀 有两个人适合办和谈事宜 一个呢 是文官 就是这个不证实前渡 还有一位呀 是武将 就是总兵啊 哈国兴 这哈国兴啊 算是这个云南前线的老炮了 几次和这个对面和谈呢 都是这个哈国兴经办的 至于这乾杜嘛 我倒是觉得呀 是这个恶宁 以及舒和德 想压在自己手里的一张底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乾杜啊 是这个乾隆皇帝的绝对亲信 如果一旦议和起来呀 有什么消息 让乾杜传给乾隆皇帝 传给朝廷 这话好说 因为人家主子奴才的 是近人 但是现在呢 有一点不好 哎 这乾杜啊 马上就要被调走了 调任贵州巡抚 哎 人家升迁了 所以这二位呀 还要把这个乾杜留在云南 于是这奏折当中最后写道 可否请其暂留滇省 将军务料理清楚 再负新任 其实我呀 从三处不同的文献 读到过这道奏折 虽然啊 在措辞上啊 多少的有些出入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我是怎么读啊 这二位大人 这个建议呀 都是老成谋国之举 您看啊 咱们讲的这一个系列 大半年了 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 其实我爱讲嘛 我不爱讲 为什么呢 全是打仗的事 打仗就得死人 您瞧瞧这个说书的我呀 他就是一个大一巴老百姓 我个人觉得天下事 死人是最大的事 所以说呢 我不爱讲这个 那之所以开这段书呢 那无非是我想啊 给大伙多少的解释解释 尽我最大能力吧 破除一下啊 很多好朋友 对大清朝 对这个乾隆皇帝 身上的很多疑惑 哎 只可惜呀 咱们说书的人呢 他说话也算不了书 也当不了家 做不了这乾隆皇帝的主 乾隆皇帝接到这篇奏折一看呢 立刻就窜了 当时就给这二人呢 下了手谕 朕早知 而等必为此无耻之见大非矣 且说得临去之时 朕未曾面欲乎 如一离朕前 必有乖张之事 竟是不知改之拥育而 不但如此啊 就在同日 哎 那天是哪天啊 乾隆三十三年的四月十九日 他又给个军机大臣 下了一道旨意 这旨意上说呀 朕可德恶宁 密奏陈行一辙 身属乖谬 若所称招致免一一劫 更属无耻 大出意料之外 朕可德在京 受朕调度 承办诸事 颇能尽心 一离朕前 若有此冒昧乖张之举 实难以任 朕可德恶宁 据不传之身斥 明二人即一同 迟一作速来京 那接下来的呀 不说呀 您也能猜得到 交部一言家一处 这朕可德呀 隔去参赞大臣之旨 不久呢 给了一个都统弦啊 发往伊犁 去做半世大臣了 云贵总督恶宁啊 被降了一级 成了福建巡抚 您瞧瞧 就这谁还在敢 给这乾隆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还不算完呢 又有一个大好的 停战议和的机会 被这乾隆皇帝错过了 要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明天接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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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